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1年8月29日 星期日的早晨时间 早晨早晨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 晒冷气 3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天星期天 第一单为大家送上的新闻 仍然继续是郑重泰 郑重泰原来他的离职也有点好东西 刺激到经济 当然不用再虚耗政府的库房 值得开心 另一件事 网络上说 他令到美心西饼的销量急升 原因有两个 第一 大家鼓励他离开立法会之前 希望多买美心西饼 专心吃美心 这么喜欢吃美心西饼 买来做散水饼 不知道他会不会扮到底 因为像李家超说的 他扮东西是最擅长的 意图为自己漂白 而且郑重泰也跟媒体说 时间可以证明一切 你要吃美心就要吃到底 他会不会买散水饼 给立法会的建制派吃呢 不得而知 大家都很关注他的散水饼 到底买什么品牌 他买了一件事 也有很多人说要请他吃美心西饼 感谢他一直以来的贡献 究竟这是真还是假的 因为我看到相当多人 似乎是热狗 也有一部分疑似是激进派 本土派那些 因为本土派对于他的变节都挺生气的 最惨他是像老鼠拉桂那样 他什么都不做 对于那些本土派 热狗 勇武那些 就很难找位置进去 他什么都不做 有什么好说他 唯有他等到现在这个时候 都等了很久了 都说 你们集中留言 说他这么喜欢吃美心 我们就买点美心西饼 让你吃多点 近来他们又创了一句新的成语出来 挺有趣的 有些说法就是什么 你连狗都不语 现在就再进化了 因为郑重泰这一个人 有一句说话就叫做 你热狗都不语 意思就是什么 形容我 人连反骨仔都不语 极无廉恥 这就叫热狗都不语 还写了典故出来 典故就是 热血公文 俗称热狗 好了 在2016年的时候 提出全民制宪的纲领 曾经是香港主要的本土激进政团 但是 热狗在2020年的时候 为了委曲求全 为了每月十万的 立法会议员新春 竟然同意接受人大常委的任命 继续留任立法会 而且否定了2019年的示威抗争 今日的我 打倒昨日的我 甚至被建制派认为 比謝伟俊更温和 然而未共 亦未能制止热狗议员郑重泰 在2021年被资格審查委员会取消资格 现在将这件事 烧到民主党 他说 如果民主党接受 现在的选举修例 而去参选的话 真是热狗都不如 这是将来的巨子创作 挺搞笑的 请按照�� Commission 今应有看到 郑重泰在地区办事处 用黑笔ela子遮住他 选举监上 备下休息 不肯 prayed 工作大家必须 shouldn't be 是假設币重泰会否拿办事处 应该不会再搞 反而另一个搞完就是一锅谱 我们正在跟进 昨天和大家在早晨节目也有说 就是那个油尖旺区议员朱刚伟 就拿自己的办事处来做电影播放会 他还说是私人而已 说什么 不过也不用争拗 有食环的人员都能进去看 基本上你都不能说是私人的聚会 47人被控违反限聚令委委五千之余 还有手未跟 就是他自己了 很快手 昨天民政事务总署 都马上因为这一谈事 立即发声明 接获有关油尖旺区议员朱刚伟的投诉 就说他的办事处 用来进行一些和区议会工作无关 和可能触犯了香港法例的活动 当中包括这个举行电影会 违反了公众娱乐场所条例 这个就是一件事了 但是另一方面的限聚令 也是其中之一 他是主办这个违反限聚令的活动 那他还不错 我们昨天的节目也有提到 那未来是会怎样呢 那他应该都是一身矮了 而这个声明里面 还有提及到一件事 这个也是重点 未来还有手未跟 即是他一开一开三样 刚才那两项之余 还有一样就是 发信给他 提醒他 要遵守区议员有好几项的守则 和指引等等 也都说明了 如果事实证明到 区议员办事处曾经 用来做了一些不合乎 区议会职能的用途的话 相关的酬尊和办事处的營运 将会不获法还 和区议员也都可能 因为违反其他法例 而附上刑责 那便恭喜了 那这是一件事 即是有机会 新军不给他 那如果搞这类活动 会不会影响了他 过后区议员需要宣誓的时候 会不会被DQ呢 那我们第一个可能性 就觉得不是吧 不会吧 但是站在他 这个珠江韦议员 他的角度来看 就不是的 因为他们的危机感 是会重过很多的 万一有什么事 就要去赔了 现在在说要赔了 但是不知道 是否真的要 他们扑一些钱出来 有关不关事呢 这个不得而知了 还有 现在要说回他们 挺搞笑的 就是 随缘落座的善款商 以前他们很喜欢用透明的 现在呢 就用密封的 即是不让你看到里面有多少 一来可能怕尴尬 二来怕被人拍到照 那真是笑死了 希望文政少母总署那边 看看这人 最好扣回新军 最好 还有你没理由 将你的议员办事处 搞私人聚会 其实他现在两边都死了 即是说这是私人聚会 另一方面 其实他不可能说自己是私人聚会 因为应该违反了这个限聚令 因为有食环的人员进入去 总而坐得这么久 好了 回到另一些新闻 有关于教协方面 召开了这个特别会员代表大会 原来有140个会员代表出席 大比数通过了 这个修改解散的章程议案 交加了十多张票就是反对 和弃权 修改了这个会章之后 解散所需要同意的票数 由原本5万人大幅下调到 出席大会的会员代表三分二或以上就可以了 假如到时候会员代表出席大会的人数 和昨天相同的话 即是百多人的终极投票 就可以完成这个解散程序 是否容易很多 不需要到时每个会员都要去投票 他们的教协会长冯伟华 这个魔头之后都有会见传媒说 随着新的章程修订之后 稍后就会通知职工会登记局那方面 等政府批准之后 在下个月就会召开多一次 特别会员大会 通过解散程序就可以了 问一下一些人 有些人说 都是不捨得的 不过都尊重理解他们的决定 有些人问 这几个魔头 解散之后有些什么路向 他什么不说 冯伟华 看回媒体的访问 就算是非黄媒的媒体 去问一些有份出席的会员代表 他们怎么看 大部分都是很黄的老师 为什么你这么说 如果一开口 在老师心目中 教协绝对不是毒楼 那用什么形容词去形容教协 是恶毒也好 毒楼也好 或者是为非作打也好 如果你能够下一个判断 就是说教协是没问题 觉得他是正常的 那你这个答案 我已经觉得是非常有问题的 提到教协 这场事情搞成这样 有一个久未露面的人物 都出来说两句 就是人称碧云邪神的王碧云 他竟然对于教协 走到这一步令人心痛 但是大家都很无奈 也都明白 体谅 教协的会员都很爱护这个教师工会 过去两个星期 以最快的速度 将旺角和铜锣湾的 回所福利堡大大小小的货品 连一些挂勾仔都一件不留 就是被大家买了 减省了职员清理物资和存货的压力 大家要应激一功 大哥 王碧云你还说得出这些话 你有什么新的花名 除了碧云邪神之外 卢勇武 梁振英 梁振英 这个名字 挺搞笑的 你临老才做勇武 代表什么 你支持这些黑暴 你支持这些黑暴 教协又支持这些黑暴 就是搞到这样 为何教协和你都一样搞成这样 答案又回到同一个位置 就是你们支持黑暴 你支持这些暴徒 觉得这样出来做是对的 你看看 教协还支持爆眼女 瘋到这样 你不是一样那么瘋 你也有支持爆眼女 你在这个Facebook 有些照片 掩着自己的眼 一爆眼女 之前还有动房日报 拍到那个是爆眼女 两只眼有神 离开了香港 你还敢敢敢 你现在都没有敢 你Facebook的照片 大家去买了些东西 不是因为帮员工 等于什么清理存货 没有压力 是大家不舍得会员证 怕买不到便宜的东西 就连个挂勾都买了 那你挂勾子 一定用到的 学校来说 不会用不到的 就先买了 现在在扮温和 又换回一张什么 没有遮住眼的照片 这些是最恨这些人的 一出来 扮没事 扮不知道 除了黄碧云之外 还有另一个传奇的旗女子 就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 现在警方就要求他和其他常委 够够慢慢 好像十丁有了 就要他们在14天里面 书面形式提交相关的资料 现在似乎这些周幸彤或者支联会 慢慢慢慢就寸些 答案出来给大家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他们都有公开警方要求他们提交什么资料 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警方问他们的问题 要他们交的资料 一般市民 很黄的一件事先 很黄的是基本上 不会看要去交什么内容 只是觉得打压 信 最简单就可以了 他们是不会理会 问他什么 问他什么都好 都是觉得是打压 那么黄的 我们去塑垃圾桶就算了 但是有些介乎于钱王也好 正常的来看也好 一定会思考一下 和警方的思路是一样的 我问你那些问题 资金啊 和什么人的交往啊 是不是有什么 原来你有和Mark Simon有联络的 那你们联络是什么 其实其他人都很想知道 不是八卦 想知道 你们究竟底是什么 究竟没有做过一些 违法的行为 那现在这个周幸彤 他就深一点深一点说一下 就是想被人觉得 那你们这些怀疑呢 就不是的 那他当然是选择性去这样去说 当中有一样挺有趣的 就叫他交代回周幸彤 要他交代回 就是今年的2月 收了一个叫做 亚洲民主网络 三千元是什么来的呢 原因和用途 可能我们只看那封信的时候 看到三千元 我们很直觉就会觉得 那你就交代回三千元的来龙去脉 就可以了 但是我们尝试用这个角度看 即是警方的调查 是已经展开了 展开了的深入程度 是去到 连这个亚洲民主网络 这三千元 我都知道你们有 可能是有什么警局里面的 所以我才问你 即是不要以为这三千元 你可以逃得过 警方的搜证和调查 如果再回来 在周幸彤的角度 就会很害怕 哇 咦 原来这三千元 这么小的 大家的金钱来往 警方都知道 如果这么少的东西都留意到 会问到 查到的话 那么大的 例如去到Mark Simon 他又够不够胆胡说 再加上这十个人的话 如果假设 他们答的东西不一样 到最后 每一个人交出去 给警方的资料 又不一样的话 那就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更加去查 到时就会更加容易爆得到 哪一个是造假的 可能防恶司法公正等等 有其他不同的罪名 这个不得而知 那就很大件事了 因此十个人发开信给他们 他将来都相当精彩 对于这三千元 他怎么解释 他就说是稿费来的 他就说 这个是一个提供多元声音的平台 汇聚亚洲各地不同的新闻 亦都可以有不同人的观点 可以发表 邹幸彤原来之前 在他们的平台提供过两篇文章 所以就给他三千元的稿费 现在这个亚洲民主网路都说 写文章给他稿费 都是很普遍的做法 这些可以 被人感觉上 什么 懷疑他什么 三千元 当他是什么 稿费 现在你们这些人 都是选择性 将一些 可以公开说给大家的东西 先说出来 又不见你和Mark Simon有什么关系 这些想将整件事射歪 这些人的套路最流行就是这样 回来了 还有另一宗新闻 哇 厉害了 今天 应该还有一些节目 会深入分析一下 就是有关于 一个叫做国际移民及置业博栏 刚刚 昨天就开始了 一年两天 就会在湾仔会战中心的举行 我就想 咦 还有其他都会想的吗 那些人 因为BNO签证这件事实在是太过吸引了 门楼也都很低 门楼低之余 也都不用牵动你那么多的金钱 去投放给这个国家的 因为你有其他地方 如果有什么投资移民也好 或者你要摆不钱 什么欧盟护照 其他不同也好 你真的要拿你的钱 在当地做些东西才行 那依然整个移民博栏都非常之人头涌涌 很多不同地方都有问一问 我见到一个现象挺搞笑的 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会考虑其他地方 例如好像加拿大澳洲等等 都会想一想 因为加拿大就说有什么救生艇 那这个救生艇是一件事 他们原来开始觉得 英国已经饱和 神经病 这么快饱和 英国都没有说饱和 你们这么快叫饱和 原因就有好几样的 第一 有些什么热门的地区 的学校 都已经说收得太多人了 就不收住 他们很麻烦的 这班人 可能听到有些人说 那个区好 什么学校好 喂大哥 你也是刚刚来的 你又知道这些地区的学校好 之后又介绍一些人 其他人又不知道 又一窝蜂 走了去某些区 报某些英国的学校 搞到出现了说 会额还是什么的情况 其实就不是人家不够学额的 只不过是你太多人 本身因为那个年级已经是有人读的了 所以空置的学额都不是那么多 可能你三个 那一级的级已经被你折爆了 不是没有学额 只不过是你人太多 所以有些去加拿大 有些人说什么都有 也都问一下现场的人 为什么要移民 有些人说可能来部署一下 有些部署慢慢来也好 不要哭哭哭 哎呀我要马上去英国 现在香港不走不行 还有这个移民展览 也都间接证实了一件 就是没有大所说的 如果有大所说的话 那这个移民博纜统 开来干什么呢 开来干什么 大部分都是觉得 香港各方面都不断转变 很无奈地作出取舍 有些说有些部署也好 看到了 香港政府和施政和政治环境方面都有改变 就成为移民的最大动力 希望可以改变一下这个环境 让他们的未来的生活 可以重拾这个色彩 那行不行呢 那我每个人都不同的 你说能不能够重拾到 那看你去到那个地方 你真是否叫做喜欢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靠你自己的想象 或者觉得的感觉 如果去到生活 有一些不同的落差的话 你很快就可能觉得很辛苦 我也有节目提过的 有一些人有一种叫做移民之后的蜜月期 过了这个蜜月期之后 问题就会来的 那怎样叫蜜月期 就是那个新鲜感 如果你一开始去到的时候 你可能有一种旅行的心态 哇这个东西很有趣 那东西很新鲜 那东西没有的 那东西没见过 挺好 哪怕简单 你去到当地的超级市场 他们很喜欢拍片的 拍给人看一下 这个超级市场 很大 很多东西买 我没见过这个牌子 是的 你会有这个新鲜感 但是你过后 到你要面对现实的时候 你又一样的 你的新鲜感过了 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 那希望那些人就不要一时冲动 慢慢去那些博览 看清楚 想清楚 是最好的 那好了 今天的《芒向香港早晨》 就来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